家具里的宝藏,凭一句话已牟利14年 梦幻中家具是最常见的赚钱方法 其中做一级家具,二级家具,只能算为出底体货 而最赚钱莫属于合成地板 今天大大王就说一下合成家具的秘密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家具中的地板是所有家具中最贵的 其中原因有两点 一是地板无法二次利用 搬家后地板也会消失 二是大部分四级地板只能通过合成获得 无法通过鲜玉购买 如好看的冰雪地板能卖到2000多万 因此如何合出地板成为了赚钱的关键 想要合成家具需要巧匠之数大于等于110级 在长寿村148.144处找到鲁城 点击我想合成家具 可使用三个旧家具进行合成 有几率获得新家具 这其中就包括四级地板 而合成家具是有一定规律的 是否能成功是根据巧匠之数等级决定的 等级越高成功越高 如果合成失败只会扣除材料一格子里的家具 其他两种材料会返回 同时消耗60%的火力 但合成成功 则在三个材料中再进行二次随机 来确定新家具等级 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个四级家具 才能有机会出现四级地板 同时官方给出随机的几率 得到材料一的等级是50% 材料二和材料三均有25%的几率 有侠个肯定会说 就这还得搏击率 不随机到四级家具不就亏大了吗 确实如此 但官方有一句特别说明 由于新家具中没有一级家具 所以二次随机时被随机到一级家具时 则显示合成失败 也就说只放一个四级家具和两个一级家具 要么合出四级家具 要么失败 看个实例 材料一放上一级家具 材料二和材料三 依次放着四级家具和一级家具 合成失败 损失材料一中的一级家具 返还原有的四家和一家 虽然成功率低 但四级家具一直在 只损失不值钱的一级家具 一旦成功就会获得新四级家具或四级地板 这次合出了一个四级的齐天燕家园地板 一般六至七次就会成功 有玩家肯定说 这是运气好才合出地板 其实并不是 新四级家具加四级地板 一共就三十多种 其中地板就能占十四种 也就是有40%的几率合出地板 几率已经很大了 通过表格可以看到地板黑商售卖价格 以及是否可通过系统购买 和消耗鲜余的价格 同样合出的新四级家具 一般在五十万左右 以上可作为参考 最后特别提示一下 其中旧四级家具只有五种 如图所示 价格一般在 一百一至一百五十万之间 如果你买家具了 不妨去试生